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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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在台下可能不知道 後面啊他怕我們太緊張 就沒有好多瓶酒給我們了 所以呢 我就以防萬一我帶上來了 其實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有欠Jason 還是Kevin 錢 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在惡整我 前面的人都超大咖的 然後Frog Design的總監也講了 陶喆也講了 劉軒也講了 我現在要講什麼 所以呢 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我不想要告訴大家 我已經做了什麼 我想要告訴大家 My story so far 就是我目前的故事 我記得我在念幼稚園的時候 我從小就是一個不太愛念書的小孩 老師在幼稚園的時候 都會問每一個小朋友 長大以後想要做什麼 我記得我們班有非常多的人 想要當總統 想要當警察 想要當廚師 想要當空中小姐 但當問到我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想要當一個藝術家 那個老師看到我 就愣了一下 就直接跳過 根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把我當成一個神經病 那那個時候 藝術家這三個字 doesn't mean anything 沒有任何的意義 基本上那個時候 如果有等於任何東西 基本上就等於餓死 或者將來是一個流浪漢 在路邊畫樹苗的人 從那一刻起呢 我就深信我自己 將來可以成為一位藝術家 所以從四歲的那一年 我媽買了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推車 真的是粉紅色的 那她希望我拿來推我的娃娃 當然我不太喜歡娃娃 所以我就把她拿來推我的畫 我把我所有畫過的畫呢 都放在這個車子裡 然後每當我們家有客人的時候 我就會推著這個車子去賣我的畫 然後因為你知道 長輩們看到小朋友就會很捧場 所以我每一次那一整車的畫都會賣光 那我就深信我自己將來 一定會成為一個非常 有achievement的藝術家 是個錯誤的誤導 那我從小呢 就是每一個期末考 每一個期中考都是最後一名的 我們班有52個人 有一次只有一次 我終於考了51名 我爸過來拍拍我的檢房說 唉 艾莉亞 你終於進步了 我就說 唉 老爸 我實在很不願意告訴你 可是52名感冒沒有來 每一次呢 我媽只要買參考書 我頭就大 不是因為我要寫這些參考書 而是因為呢 我要帶她放學來接我之前 先衝去參考書練買解答 再衝回來 我抄解答抄了三年都沒有被發現 因為不像很多的小朋友 拿到解答抄就很high 每一題都超對 那一下就被識破了 我呢會故意的錯一些 或者是初心 或者是寫錯一些答案 這樣就不會被發現了 所以我抄解答抄了很久 那從小到大 我一直就是有這個夢想 要一直朝著藝術家這條路在走 途中碰到很多各式各樣的老師 或者是朋友 甚至是家人 都開始質疑 該不該讓這個瘋子 繼續朝著這條路走下去 有很多老師跟我說 你應該去做別的事情 你應該do something else 因為你知道這條路 可能接下來是一個沒有結果的 沒有結果的一條路 可是呢我一直深信 如果我一直堅持下去 我可能就會真的達到 我要當藝術家的那個夢 於是呢在兩年前2008年 我從皇家藝術學院畢業 拿到了我的互動設計 碩士學位 然後還是以前五名的成績畢業的 那一刻呢我以為我全部的trouble 全部的困擾都結束了 但其實那正是噩夢的開始 畢業的那一刻呢 我被受邀到米蘭家具展 參加他們的新一代設計師展 我非常興奮 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作品 就做完以後呢 拿去曝光行一秤 才發現他們竟然重達250公斤 我就心想 那這樣子可以帶上飛機嗎 那個人說 你的隨身行李只能帶30公斤 那我說好 那我現在要想一個辦法 曝光行跟我說 250公斤已經超出私人物品 可以帶的範圍了 所以呢我必須要成立一個公司 所以就因為這個機緣巧合 很奇怪的原因之下 我成立了一間公司 就真的只是為了這一個印章 那就成立了這個公司 我就帶著這些椅子們去了米蘭 那這一系列的作品呢 在探討著人生活中可能會有的習慣 壞習慣好習慣都有 比方說灰色那張椅子 會計算你坐著的時候 抖腳所消耗的卡路里 中間那張綠色的呢 是會把你偷偷放屁的時候的屁聲放大 那於是我就帶著這些椅子呢 去展覽了十天 那我就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我想說 哎呀既然那個張都刻了 既然公司都已經登記了 那why not 為什麼不開一家設計公司算了 那時候沒有錢 然後我獎學金拿到的錢呢 都已經在米蘭花光了 所以呢我就沒有錢租辦公室 我決定把Starbucks當成我第一家 第一間辦公室 大家會覺得說為什麼選Starbucks 其實呢這一切都是有經過計算的 你們如果仔細的算一下 一天買兩杯咖啡 一個禮拜上五天班 一個月有四個禮拜 再加上中華電信無線上網費用 一個月只要4500 而且這個4500呢 還包含了水、電、清潔費、冷氣還有咖啡機 所以呢我就省下了一大筆的租金 開始在台北市所有的連鎖Starbucks上班 然後客戶要在哪裡跟我碰面呢 我都可以辦得到 因為我的公司是台北市各個地方都有 然後呢 每一個business都要寫一個business plan 那為了要說服我的老爸老媽們 我就寫了一個business plan 可是我沒有MBA 我也沒有任何經營公司的一個經驗 所以呢我就寫了這樣子 四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client 我要為一些客戶做設計 他們呢很可愛我也很愛他們 可是基本上幫他們做設計只是為了錢 第二個呢是做research 做很多研究社會議題 藝術跟設計的研究 那個在台灣基本上沒有賺頭的 再來做collectibles 一些可以被收藏的藝術跟設計商品 其實是滿足四歲的時候那個小小一點點的欲望 那最後呢我想要成立一本雜誌 就是The Binder 我等一下會介紹在這邊 然後呢很多人看了這個business plan 基本上沒有plan啦 就是那四點 大家都覺得是一個瘋子 而且這間公司應該在一年內就會倒閉了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怎麼會在第一次就成功呢 我當然這個就是準備要讓他倒閉的一個plan 如果大家每一次都會是正確的 沒有人會失誤的話 我們的鉛筆後面為什麼每一個支鉛筆都要裝一個橡皮擦呢 那我從很多生活中的體驗來得到很多的inspiration 得到很多的靈感 兩個月前我去了敦煌 那其實我去敦煌之前 你知道因為小時候上課沒有在專心 我根本就不知道敦煌在哪 地理也考不幾個 然後所以我上了飛機以後才知道 我原來敦煌這麼的遠 要從台北飛香港 香港飛西安 西安在飛敦煌 到了敦煌以後呢 除了敦煌市以外 敦煌市非常的小 除了敦煌市以外呢 全部都是沙漠 你站在原地轉1360度的景象 都長得一樣 那我在那邊呢 那邊沒有什麼路 所以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駱駝 每一個人家的旁邊 都有一個可以停駱駝的地方 就跟我們旁邊 都會有私人停車場的意思是一樣 他們停的是駱駝 我們停的是保時捷 或者是Benz 那我在那邊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原來駱駝長得這麼像外星人 我沒有這麼近距離的看過駱駝 通常都是在動物園 或者在電影上 Discovery Channel 或什麼的 所以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我說哇原來駱駝的眼睛 分得這麼開啊 第二個呢 是我發現他們 水這個字跟這個物資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珍貴的 不像我們 開一個水龍頭 有無止境的水流 你可以開一天 它一天都會流 在那邊對他們來說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precious 非常非常珍貴的 這個呢 是他們的棉花田 跟葡萄的 種葡萄的地方 他們在破種的那一刻呢 就要澆水 澆完水呢 就要立刻鋪下這一層層白色的塑膠布 因為他們的水的蒸發量 是他們降雨量的好幾千倍 所以如果不蓋上塑膠布的話 立刻那些種子就死了 我開始在想 是不是每一個城市 因為降雨量的不同 因為水資源的不同 而會對水這個東西的定義 或者是價值有著不同的想法 有著不同的情感 於是我決定呢 要來做一個Rain Project 我決定蓋一個可以移動式的雨的實驗室 這個呢 這個實驗室想要記錄著雨的味道 聲音文字 甚至是顏色等等的 然後最重要的呢 是還要請大家喝 你自己城市所灑下來的雨 然後還有別的城市的雨 那它這個車子上呢 有基本的濾芯的配備 可以把污染源跟細菌濾掉 但是會保留它該有的口感 跟它該有的味道 那我想要開著這部車 去希望是環遊世界 然後去接全世界各個城市的雨 所以如果台下有大的企業贊助 等一下就麻煩了 那想要請大家不同的城市的人 喝自己跟別的城市的雨 然後這是剛剛講到的 我想要接不同的城市雨來做比較 那甚至呢 我想要把每一個城市的雨呢 拿來做自己城市的特產 比方說做成雨的冰棒 那你可能就會有東京的雨的冰棒 還有紐約雨的冰棒 還有台北雨的冰棒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來比較 每一個城市的雨會有什麼差異 然後最後呢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有一個很奇怪很固執的習慣 就是我每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時候 會看30到40個部落格或者是網站 我覺得這是身為一個 我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稱自己是藝術家 身為自己藝術家或設計師 最基本該做的工作 就是知道 the rest of the world 是在做什麼 而不是只是關在自己的世界裡 自己在做創作 所以呢 我每天早上會看這三四十個部落格 看完以後我會選出一個作品 或者是一個文章 放在我自己的部落格上 所以我把我讀到的一篇的精華放在這個上面 那就是在今年的愚人節 我跟我一個朋友在喝咖啡 我跟他說 你知道嗎 我決定要把我的這個部落格 變成一本雜誌 他以為是一個愚人節的笑話 他就說 Yeah whatever 你知道這個出版界有一個名言啊 就是要害一個人啊 就要勸他去辦雜誌 因為這是穩賠不賺的生意 我就說 可是你來不及了 因為我已經辦了 他呢 這本雜誌就是The Binder 那它是一個三孔夾的形式的雜誌 每一期呢 上面都會有三個洞 那希望你呢 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內容 把它保留 或者是做你自己喜歡的分類 然後把不喜歡的就直接丟了 那資料夾呢 你就可以慢慢的收藏每一期的內容 那這一本雜誌不會告訴你 現在最流行的手機是什麼 也不會告訴你現在名牌包包做了什麼新的款式 它會告訴你跟我一樣在追夢的人 他為什麼要追這個夢 他為什麼有這個理想 他如何辦到 或者是還沒有辦到他的過程是什麼 最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一直以來鼓勵著我的名言 他說 dream what you wanna dream go where you wanna go be what you wanna be because you only have one life and one chance to do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就是你一生中只會有 你只會有一生 所以你只有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有夢就趕快去追吧 謝謝 很棒 很棒